大家好,我是大叔饿斗 番茄炖牛兰 怎么做才能贪浓味美 软烂入味,不腥不柴呢 今天给您分享西红柿炖牛兰的正确做法 味道非常的棒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牛兰 大约1000克 已经提前改过刀了 剁成了麻将块的大小 牛兰是指带筋有肉 有油花的牛肉 它的牛肉味很浓 我们把牛兰放入一个大盘里面 加入没过牛兰的清水 先浸泡半个小时的时间 泡出内部的血水 因为切成了小块 串面更大 血水更容易渗出来 不需要像整块牛兰一样 泡那么久 每一会儿泡牛肉的水就变成了红色 如果您不怕麻烦的话 建议中途换一次清水 去除血水的效果会更佳 准备一大锅清水 把全部的牛兰冷水下锅 朝锅中加入几片生姜 加入一点大葱 再加入一勺黄酒 开中火慢慢的煮沸 随着水的逐渐沸腾 牛兰会逼出内部的血水和杂质 锅中会洗很多浮沫 水开后 我们用漏勺打去浮沫 再煮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用漏勺把它们都捞出来了 捞出了牛兰 我们倒入温水里面 把它们清洗干净 这里特别强调 一定要用温水 刚出锅的牛兰非常的烫 如果用冷水清洗 牛肉就会因为剧烈的温差变化 从而急剧的收缩 导致肉质发紧 吃起来就会口感发财 另外也只有温水 才方便把血沫清洗干净 洗净后倒出来 沥水备用 等待的时间 准备四个洗净的西红柿 先在它们表面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放进一个大盘里面 加入没过西红柿的开水 把西红柿的表皮炭一下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撕起外皮 其中两个去皮的西红柿 改刀切成小丁 这个切小一点 方便炖出汁水 形成浓浓的番茄汁 另外两个西红柿 改刀切成大块 这个最后加 才可以吃到大块的番茄 再准备几个去皮的土豆 改刀切成滚到块 您要是不喜欢吃土豆 也可以换成胡萝卜 当然了 也可以都不加 准备八个洋葱 改刀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生姜片 和洋葱丁放在一起 起锅烧油 油热后 下入全部的洋葱丁和生姜片 开中火把它们炒出香味 等洋葱丁变成透明状 我们炒锅中 加入两个八角 几片香叶 这道菜不需要太多的香料 要更突出番茄和牛腩的本味 再把沥干水分的牛腩也放进去 略微煸炒一下 要把牛腩炒到表面微微焦黄 并同时炒出香料的香味 下一步 我们就把西红柿丁放进去 不断的煸炒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然后就可以加开水了 加入没过牛腩的开水 水开后 我们炒锅中 加入三勺量的生抽 加入一勺量的老抽 加入一点盐 大约两克 先给一半口味的盐就可以了 方便牛肉炖烂 然后干上盖子 焖煮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焖煮到30分钟的时候 我们把土豆块也倒进去 然后干上盖子 继续焖25分钟 25分钟后 我们先把锅中的香料和生姜片夹出来 前期的西红柿和洋葱已经煮化了 变成了浓汤 再把大块的西红柿也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调味了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点盐 加入点糖 加入一点零天加的蚝油 再加入点胡椒粉 如果觉得牛肉颜色不够 还可以补充一点老抽 搅拌均匀后 开大火收一下汁 大约煮5-10分钟的时间 把西红柿焖熟即可 一道好吃的番茄炖牛腩就完成了 这样炖出了番茄牛腩 汤汁非常的浓郁 番茄味十足 牛腩也是肥肥好吃 不腥不柴 用来搭配米饭 真的是太香了 我是大厨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